2024年 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契机 中国与东盟各国将开展丰富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 加强人文交流 在推动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 有哪些重要意义 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东盟在人文交流中的巨大潜力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测会会长翁诗杰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翁诗杰认为 新形势下 进一步挖掘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 赋予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新的时代内涵 可谓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提供更加有利的人文支持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东盟 那么近年来我们都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深化对接 深化我们的合作 那么更何况中国和东盟现在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这个就不能够局限于经济单一的领域 而是必须要同时全方位的铺陈 包括人文方面 你如果能够兼顾到与时俱进 这些所谓新的玩意儿 这种社会文化 哪怕它不是高大上 但是它与它结地气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翁世杰谈到 未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点在于人民之间全方位的互动交往 地方人文的认识很重要 民情的认识和互见互量这个很重要 那么下来当然就是深度的认识一个地方或者是一种文化 那么这种就不仅只是局限于一般的观光旅游或者是官员互访而已 更重要的我还是认为我们必须要做全方位多层次多层面的对接 人文方面如果是搞文创的或者是对民俗有心得有研究心得的 肯定它会往这方面去深挖你两地之间的 有了人文交融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推进人文合作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途径是多样化的 翁世杰认为可以多利用一些创新数字化手段 加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交流和认知 其实现在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其实还是用 他们耳熟能详在操作上得心应手的数字化数位化 这方面其实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容易的获取相关的知识信息 这个很重要 翁世杰介绍海南是他的祖籍地 近年来他通过频繁回乡参加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 智库论坛等活动拓展人文学术交流的圈子 也让他对中国东盟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体会 他希望能有更多海外的朋友通过这些平台加深对中国的印象 南洋文化节目前我看着它在转型 这个是好事 我希望在来年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年轻的 不仅只是海南人也不仅只是文昌人 也涵盖了其他不同机关的华人 乃至其他不同种族的东南亚朋友 借这么一个盛会平台到海南来 深化对海南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对于当前我们所推动的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呢 绝对是有加分作用的 追踪下的权子 了解 这其实对母来不应该员 还有不应该员 还能领 fix 支持 谢谢 相仿